好,我们继续看,在异常处理,我们除了try,catch,finally这三个关键字以外,还有两个关键字,叫slow跟slows,这两个关键字。 这两个关键字干什么用呢?slow是什么意思?paw,sloable是最顶层的,是paw的意思,是关键字。slow关键字主要在方法的声明上使用,表示方法中不处理异常,而交给调用处来处理,谁调用给谁处理,实际上对于加瓦程序来讲, 如果没有加入任何的异常处理,默认是由JVM进行处理操作,是吧? 刚才我们说了,JVM处理就是我死了,我不管321我就死给你看,slow,刚才是slow死,slow关键字表示在程序中手动抛出一个异常, 因为从异常处理机制来看,所有异常一旦产生,实际上就是抛出一个,抛出的就是一个异常类的实力化对象, 那么此对象也可以由slow直接来进行抛出,直接进行抛出,好,这就是我们自己去写一个这个定义来去处理这个异常信息了,是吧? OK,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这是两个方法了,是吧? 两个方法,我们现在再写一个,这个带抛出异常的这样一个例子,是吧? Private, authentic, void,我们做一个什么计算,加减乘除都行,加减乘除是吧,加减乘除好像还是不行,我们说依然是这个除法印象吧,好吧,DIV,要反过一个结果是吧? DIV2,OK,好,DIV2里面呢,我传进来一个A,传进来一个B,是吧? 然后呢,注意看这个地方,我用slow是定义,然后抛出一个什么异常呢? 它有可能是这个,alice,matic,是吧? alice,这样写吧,matic,是吧? 然后呢,exception,如果你打不出来的话,alt,斜杠,帮助你,对吧? 这个是个万能键,alt加斜杠,就是个问号,不会了,就用它了,对,不会就用它是什么,它会能帮你写,帮你写权了,这是一个什么,可以理解为这个自动补权吧? 好吧,自动补权,是吧?自动补权的一个快捷键,叫做alt加上斜杠,那就可以了,就按这个,OK,然后在这儿,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两个词相除,我就直接是A除以B,怎么着? Return,是吧?Return,是吧?Return,好,我不这么写,我直接就写上,int a除以B,c等于A除以B,很简单吧? 嗯,然后我想Return,c,是吧?嗯,我想Return,c,OK,这个异常就这么来去处理了,因为我就知道,这个地方会报异常,嗯,是吧? 好,这地方肯定会报异常,那这样的话,它处理异常的话,你就直接在外面就接到这个异常,这是声明,是吧? 嗯,这个带s,slows,是用来在方法的声明上使用的,嗯,注意,它可以有多个,多个用逗号分开,是吧?嗯,逗号分开,比如说你发出各种不同的异常,是吧?嗯,逗号分开就可以了,OK,这是在声明的时候,如果你想自己给它认出一个异常出来,是吧? 自己来去处理,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我想改,改进一下,你看,现在我方法是这么写,我去调这个DIV,是吧?嗯,DIV2,我传,20,0,对吧?嗯,走,报错,by zero,嗯,是吧?我想改一下这个信息,你能听懂吗?嗯,我想改一下这个异常信息, 给它by zero,我想改一下,怎么办呢?哎,我就可以在这儿,我给它加上try,嗯,是吧?catch,因为我知道它除肯定是有这个算数运算的问题,抓这个异常,哎,我就抓这个异常,是吧?嗯,抓这个异常,catch,我叫什么?alisa,你看,matic,嗯,是吧?嗯,输出,抓了这个异常以后,哎,我不输出,嗯,我还是扔, 扔,扔给外面去,嗯,那我就什么呀?slow,我就slow,newe一个,我不要这个异常类了,我重新再给一个异常类,嗯,给异常类以后,这个异常类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对啊?这个,你看,带参数的,嗯,这个,复得方法啊,嗯,哎,我可以用一下,说,除数,不能为零,不能为零, 是吧?嗯,除数,不能为零,OK,那这个异常就不能放在这儿了,放哪呢?放在这儿,抓了嘛,对吧?啊,就放这儿了,注意看,注意看,为什么这个时候我在后面不能写异常,不能写异常,这跟slow又有关系,又有关系,嗯,如果当一个方法执行到slow一句的话,也是跳出了,哎,也是跳出了,表这个方法不正确的返回,嗯, 它就没有返回值了,哦,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返回值了,你都错了,你还有什么返回值,嗯,是不是啊?就这个意思,后面不执行了,对,后面就不会,不会继续往下走了,有吧?把这个异常啊,给扔出去了,嗯,一扔这个异常,那表示这个方法就执行不成功了,嗯,执行不成功,这个方法就不需要有返回值了,嗯,听懂了吗?听懂了,所以,有这么几个方式,啊,你是不需要这个,呃,写loten的,啊,出来以后不需要写loten的,第一个, 是什么?就是你本身这个代码出现了异常,抛出去了,嗯,是吧?啊,抛,抛出去了,你不需要写这个loten,第二个,你手动抛,也不需要写loten,嗯,这两个情况应该是一样的,是吧?应该是一样的,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就是,不,根本就不会写loten,是吧?对,就是你没有返回值了,也不用写loten,对,是吧?但是,呃,有,没有返回值了,你可以写一个loten,但是不需要loten后面再跟一个,跟东西,啊,对,哎, 不用跟东西,就完事了,是吧?其实就是属于跳出方法,哎,对了,跳出方法了,这个方法就不正确的执行,嗯,OK,好,这个方法一走,你看,我就这里用到,注意一般,slows跟slows配合着一起使用的,嗯,知道吧?一对,哎,配合的是一对,然后去使用的,是吧?嗯,去使用的,好,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调用,走,你看, 除处不能写,我就把这个信息给改了,打出来了,是吧?对,我就不是这个,默认它是by zero,是吧?嗯,by zero,现在我就不打印出我的中文,是我把这个类似的重新loten了一个,嗯,也就是说,它传给我的e,我有用吗?嗯,没用了,没有,这个e我没有用,虽然它给我的e,接下来,我就接,接完了,接完这个e,但是我又重新loten了一个,我就这个e我不要,嗯,就是用来做匹配用的,是吧?匹配完了以后,我这个,Lewis Medical是我自己loten,是吧?嗯, 自己利用的,OK,好,这是一种try,catch,slow,如果还加上一个,翻案里的一个,就全了,是吧?嗯,这就全了,SYSO,对吧?嗯,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时候,呃,运行结束,是吧?嗯,运行结束,OK?嗯,可以,是吧?就可以了,最后一句, 嗯,就最,最后一句还是会执行,嗯,因为这个时候,因为它看手,它会抛出吧?嗯,在抛出之前也会执行,finally,嗯,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说的,loten之前会执行,finally,嗯,在抛出异常之前也会执行,finally,因为finally是最终的,必须会执行,是吧?对,不管有没有异常,它都会去执行,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需要去,呃,注意一下这个slogan,这个slogan的一个用法,好吧? 这样一个用法,好,在我们的这个代码里面,为什么我们try开始的时候,你看像这儿,用法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我在这儿用了,知道吧?嗯,你在外面我们抛出异常吗?为什么我自己不用try?不用try?能不能,可以try?也可以try,也可以try,抓嘛,抓大的哈,嗯,哦,你看,我打印出这个, 呃,算了我不在家打印,我直接打印出那个占信息哈,一点,print,stry,stack track,你看,你可以这样try一下,是吧,嗯,这样,一样一样,我扔出来的时候在这儿,我再解一下,嗯,你这样再try一下,的意思就是我后面 I just tried and put something in it,如果后面还有代码的话,就可以执行,就可以执行如果刚才没有try的话这个代码就ir 结束了 是吧 你看它会执行over 如果你没有try 这over能执行吗 就不能执行的 因为抛给虚拟机 所以这里try不try 虽然打印出这个结果是这样的 但是跟你这儿是不一样的 是吧 这边我是try完了以后 再扔 再拧一个新的 再扔上去 明白的意思吧明白就像是这样的 我们画一下 现在我有一段代码 是吧 有一段代码看一下捋一下过程 走走走走走 好其中有一句话 比如这句话 是吧 这句话出现异常 OK 出现异常 那肯定代码 要不就是应用成的代码 会产生一个对应的这个的异常 它把异常信息都已经编到这个代码里面去了 一定是设想好的 设定好的异常 是吧 所有的异常都是固定的 都是系统已经定义好的 是吧 比如初零这个它已经把这个问题想到了 所以才会报这个 要不然怎么会出来 对不对 反正他医生是好的 好 当这个代码出现异常 它就会产生一个异常对象 是吧 产生异常对象 就像我们这个代码一样 如果它错误 我就是拗了一个 alismatic 相应式 扔出去了 那把这个 这是一个对象 匿名对象 是吗 扔给了它 它就扔给了谁啊 它又扔给了 调用的位置 就会扔给了E 这个E这个对象 就会等于谁啊 就会等于这个 这个对象 等于New的这个对象 他俩是同一个对象 是吧 他俩是同一个对象 这E就是刚才New的那个对象 是不是 当这个对象产生了以后 产生对象以后 它就会传到那个catch里面 就会传给那个调用者 调用者如果有catch 就把这对象传给谁啊 啊 传给我们的这个 这里啊 那么当代码出现 这个异常 是吧 异常 那么呢 会生成 产生是吧 产生异常对象 产生异常对象 这是由谁产生的 讯息吧 要不就是底层的代码 啊 就是cdk的代码 要不就是cdk代码 或什么jvm 嗯 或jvm这个对这个符号的这个 这个这种 操作是吧 嗯 他就是jvm产生的 啊 产生异常对象 然后呢 呃 把 这个异常对象 异常对象 嗯 啊 传入到哪里 传入到被 被 调用了 被匹配 被匹配的那个 对象 被匹配的是吧 异常对象 匹配的那个异常对象 被匹配的这个 catch中的异常对象 这个异常对象 异常对象 异常对象 异常对象的那个变量 异常对异常对异常对象的一个变量 传给他 嗯 是吧 然后在catch里面你就自动去处理了 嗯 是不是 哎 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不处理就这叫虚拟 虚拟就是死 嗯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就这样一个一个过程啊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 slow跟slows的一个使用 是吧 嗯 你都有意思 OK 异常处理的语法规则 啊 第一 try语句块呢不能单独存在 嗯 我们刚才前面写了 如果有try的话 必须有catch 必须有catch 或者是finity 嗯 必须跟他配合 如果没有的话try不能单独用 嗯 你可以和catch和finity组成 所以组成try catchfinity 或者是try catch不要finity也行 嗯 或者是tryfinity 这三种结构 是吧 嗯 catch语句块可以有一个或多个 finity语句块最多 只有一个 嗯 不能有多个finity catch是可以有多个的 对吧 嗯 try catchfinity三个关键字 均不能单独使用 嗯 是吧 只有这三种情况 哎就是三种情况 大家记住这个啊 三种情况 就是try catchfinity try catch 或者是tryfinity 或者try catch catch 是吧 对 或者try 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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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或者try 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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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chfinity 对对对 就相当于五种了是吧 嗯 其实第三种就可以了 对对对 第二个呢是try catchfinity 三个代码块中的变量的作用域 分别独立而不能相互访问 这个我们试过了 代码块呢 它就是在大诺号里面 这个就不用说了 对对对对 是耶 你就应该知道 因为变量就是跟大诺号相关 是吧 做用域鱼 第三 多个开心筷的时候呢 加入虚拟机会匹配其中一个 异常类或其子类 就执行这个开心筷 而不会再执行别的开心筷 嗯 这跟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有肯定了 先从上开始比较 比较完了 如果匹配成功 就直接执行 嗯 不成功才会往下走 对 是吧 成功了以后就不会往上走了 对 下面这个已经开几块就不会被 开几一个 对 就不会被进行匹配了 是吧 不会进行匹配了 OK 这是这个异常处理的这个语法 好吧 这个语法 那我们在这个处理这个 还有一个 再举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输入运算的时候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这个异常处理 后面的话 你就感觉它比较简单 一开始可能觉得它的关键字太多 是不是 public static void 比如说 我来接收一个输入 可以吧 接收一个输入 我们需要什么来的 还记得吧 scanner scanner 是吧 input 另外一个scanner scanner 是这么点 in 然后是system.in 你看这都有提示 对 都有提示 OK 好 这里要导包 是吧 导包 你看不用自己导 你点一下这个错误 它会提醒你import scanner 不用我们自己导 对吧 你可以这样点一下 点一下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你按Ctrl shift o 也是自动导包的意思 就快一键是 Ctrl shift Ctrl 加上什么 shift shift 再加上 o 所以这个不是零啊 这种导包 对 这个表示 导包 是叫导包吧 导包 哎呦 叫导包的一块键啊 好 有了它 我们就是input 点 next 很多是吧 next int 我接收一个什么 一个整数的一个数 number 然后呢 我这个很简单 我就是想 输出一下 number 对吧 输出一下 number 好 在这个input这个方法里边 我们再看 这个我再注释了 你看 注释你可以这么注释 选中 按一下Ctrl 加杠 你看 它会反的 是吧 会反过来 多行注释 多行注释 就是这样 这样 这样来写的 按住Ctrl就可以了 我选中这个代码块 按住Ctrl 就全注释了 是吧 现在我要调用的是 input方法 好 执行一下 你看 它会停在这让我输入 是吗 不小心我输入 走 你看 这又包一个异常 这个叫input missmatch exception 这也是一个异常 输入匹配 对 输入匹配的异常 输入不匹配 是吧 missmatch 这个地方会在输入 输入操作的时候 你也得抓一下 对 你也得抓一下 是吧 这地方 你就try catch 是吧 这么少一括号 然后呢 catch 括号 沾过来 e 是吧 然后control 注意了 这个类在哪里 concepto 这个要导包 这个要导包 其他的我们都没有导包 是吧 都没导包 原因是 原因是这个类 在哪里 utile包下 它在utile包下面的意思 在lun包下就不用了 lun包下就不用导包 各种异常 在各种包下面 很多 就用到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记 好吧 inputmissmatchexception 是吧 这个意思 没有对齐 是吧 没有对齐 我们可以用这个sauce里边的一个format 或者用 或者快捷键 ctrl cf 来进行一个格式化代码 点 你看 自动收集 这也很好用 是吧 规范了 ctrl 代码都这么写以后 对以后代码都这么写 如果不齐的话 你就格式化一下 是吧 这是什么意思 是吧 sys o 输入不匹配 输入不匹配 叫输入不匹配 输入不匹配 输入不匹配 是吧 输入不匹配的这样一个 可以义上 走 好输入一个a 那你都可以让它重新再输 对 对吧 这样重新再输 这样的话就不会报这个 这个 你输一个a 你接受一个in 这个问题 对 是意思吧 这是input miss的match exception 是吧 exception 这是这个类的一个使用 你看到这儿 我们一共给大家 哎呦 你看这个格式化都变成这样了 是吧 到这儿呢 我们看看 我们学习的几个这个类 四个 四个一场类 你看一下 第一个 这个 二位说的 alisa 我们是大概有十来个吧 嗯 我们要列一下 嗯 列一下 然后是 这是宿主下标越界 嗯 是吧 还有空子针 空子针 空子针 我们之前把它去掉了是吧 把它去掉了啊 我们可以把它写一下 叫noun 什么 point exception pointer pointer p-o-i-n-t-r 是吧 point 对 point exception 这是空子针 嗯 对吧 空子针异常 现在我们再来一个这个输入 不匹配的这个异常 不匹配的这个异常 嗯 就四个了 是吧 输入不匹配的异常 这里面就有这个四个异常了 是吧 嗯 我们学习的这个四个异常 当然exception呢 也可以算是吧 嗯 也可以算是大的吧 嗯 对吧 这大的 那刚才我们还看到一个叫long term exception 这也是 负的 负类的 这是负类的 嗯 这是exception的一个直接子类 嗯 表示运行时异常 嗯 是吧 未来我们学习很多更多的 你看这都一二三十五 都六个了是吧 对啊 未来还有更多的这个 嗯 这个异常类的一个学习 好吧 嗯 OK 这是 异常处理的 啊 这个slow 跟slow 啊 还有后面的这个处理的这个语法 嗯 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先到这